辛苦了哈,中午在這吃便當 可不可以請我們那個葉次長 製造群 葉次長你好 我想這個 最主要 我是比較關心我們交通部 這個轉投資事業 這個原住民的工作權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幾個陽明海運 還有台北大眾捷運公司 桃園行情 這個算不算是我們國營事業 嚴格來說 就是說不能夠 他們像陽明海運 這個桃園行 我們政府控股並沒有超過50%以上 所以嚴格來說 不算國營事業 但是是我們交通部可以有主導經營的 有主導 可以有主導經營 對對對 那他們這些單位 是不是有沒有適用 顏住民工作權保障法的規定 這個 有沒有適用顏住民工作權保障法的規定 請問那個 對不起我來了解一下 工營事業跟國營事業 應該是有適用顏住民工作權保障法 請問那個人事部長這邊 等一下人事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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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桃园行情中华电信中华邮政啊等等 这几个单位有没有适用严住民工作权保障法 有有吧 这个就答对了 因为严住民工作权保障法是规定政府机关跟国公营事业 他必须要禁用非具公务员资格的 啊要禁用百分之多少 非具有公员资格的约聘雇人员 技工工友司机驾驶清洁队员 是属于约聘雇约雇还有技工工友这一方面 百分之几 百分之一嘛 对 好了那我现在问人事处啊 他们有没有逐而禁用 那个桃园行情的 有没有逐而禁用 像桃园行情哈 它是它不是国营事业 它是呃民营事业 民营事 桃园行情是民营事业吗 是 那那有哪几个单位是有试用的 呃中华邮政 好中华邮政还有什么 我们 中华电信有没有 也没有 它也不是国营事业 中华邮政 呃这几个单位 台铁呢 台铁是 台铁一定是嘛 嗯 好了那中华邮政的 各位上来一下 还有台铁的好不好 委员报告 中华邮政公司我们 雇用这个原住民的 都完全依照规定 那我们了解这个这个 这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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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 组额金用的话 你们要缴纳超额带金 是是是拿单 对对对没错没错 是 好 好 这个 好缴纳超额带金 还有台铁的也是台铁的 你们有没有组额金用 文委员报告 我们基本上是有的 但是花东地区我们是超额金用 超额金用 对 好 我想说这样了 因为我跟那个 呃 招委 杨委员 我们都很重视 原住民工作权保障法 好 那是不是 你们这几个单位 国营事业单位 如果有缺的话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 好 因为我们现在立委的服务处 已经有点像是变成职业介绍所 人家都跟我们找工作 那最近公布的一个 我们原住民的事业率是将近 百分之八左右 百分之八 所以 呃 叶次长 好 这个没问题 我想 我想这个 除了我们的国营事业以外 那些转投资 民营事业呢 他有这些缺额的话 我们都会来通知那个 呃 委员 看看能不能 如果能够尽量多介绍一些 原住民的朋友 来工作 我想是很好的一件事 对 今天不要说 逐额禁用就好了 应该是要超额禁用啦 那个只是一个规范而已 就是说希望我们国营事业单位 能够逐额禁用 那你们就可以不必缴纳 差额带金 但是我们 我们一直说希望能够多多尽用 那现在很多外劳 就开始这个 这个抢我们的饭碗 我们原住民真的是 现在事业力真的非常的严重 特别是 呃 莫拉克台风之后 你知道上一次我们在交通委员会啊 为了一个什么 自由贸易港区的工作条例 光那个条例啊 我们就讨论了一天半左右 本来是5% 后来降为1% 民工作权保障法都有定嘛 像那个中华邮政的还有台铁的哈 这个我希望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啊 你们要多多金用 好不好 好没问题 我们会积极的那个 在这个地方来加强 那个另外哈 那个是不是请那个中华电信的 那两位请回好吗 那个请中华电信的上来一下 哦对 那个我再讲一下 中华邮政最近有招募哈 有招募员住民 有招募员工嘛 有没有针对员住民的 劳工的部分 没有任何限制 不 有没有保障 保障员住民 保障 我想中华邮政提醒 我们是证据节制 你们最近招募多少员工 1120嘛 到时候你录取的员工 有多少是员住民级的 麻烦把那个资料给本席 好不好 查一下 有多少员住民会录取 那个中华电信 那个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偏眼山区都有设置一些宽屏网站的 无限宽屏网站的这样一个 那个你们现在在原住民地区做了做了蛮积极的 我知道了 这个这部分我是蛮肯定的 谢谢 那最近那个新竹县的尖石箱 这个前山的收讯呢 比那个尖石箱的后山稍差一点 这个我们来改善 谢谢委员提醒 这一定要改善好不好 拜托一下 因为 尖石箱的前山 无限宽屏网路 这个建站 我算是有去过复兴乡吗 桃园复兴乡 那把针对原住民这个山 特别是在山区啦 特别是在山区这个部分 那个能够再做改善好不好 好谢谢 那个请回 我想最后请教一下叶市长 是 所以这个主要是 山一是那个蓝蚁航空那个部分 蓝蚁这个 这个是我们是委托给德安航空 那我知道前面有几位委员 针对那个运输的方面 那确实是造成很大的不便 我希望交通部这里能够想一点办法 虽然是委托外包给德安航空 轻营那条线 这个我们原住民的乡亲 特别是蓝蚁的 蓝蚁的乡亲 他出入 他有的前面排了一整天 今天看这个不能飞了 不能飞 这个是完全是气象战 跟那个航空公司来决定 这个就没办法走 后来他们就回台东 台东那边有一个蓝蚁的服务中心 是由县政府给他们安排临时的住宿 今天我等不到飞机 我晚上回去睡 然后隔天早上 我一早又再到台东那个机场 再等飞机 我觉得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不是长久之计 那应该是说我们交通部这边 花一点钱 怎么样把蓝蚁机场那个跑道 跑道能够这个拓宽 看有什么方式 不管是空运还是海运 市长你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交通部有没有什么复案 不要像上次报纸头版了 弄得外国观看客 好像大家在那边抢那个位置 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因为蓝蚁的机场 它的那个地形条件 各方面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可能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 我现在才能再来给委员一个书面上的答复好了 因为这个是长久的问题 那本席在 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前面的航空公司啊 那大家原住民的乡亲都比较 比较抱怨比较多 但是针对这个德安航空啊 好像是有点改善 但是也不是完全 这个因为是受制于天后嘛 是我们会对于这个蓝蚁的对外交通 那个包括海运 包括空运的 整个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然后我们会给委员一个书面的回答 好不好 我想说这个 这个部分啊 请那个市长 能够多重视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